第一步是连接Walter电源 接着将LAN线连接到Modem的LAN插口 Modem即是由网络供应商所提供的数据器 将LAN线的另一端连接到Walter的InternetLAN插口 然后开启电源 使用手机开启WiFi的影片 然后选取名为Wavelink的WiFi 大部分型号都无需密码就可以登入 如果部分型号无法登入 就需要在机底找到叫WiFiKey的一个密码 输入后就可以成功登入 成功连接后就可以开启浏览器 搜尋wifi.wavelink.com 或者192.168.10.1 然后就会来到设置的版面 登入设置的版面 需要输入预设密码 Admin 登入之后就可以选取地区 修改登入设置版面的密码 记得密码至少要有10个字元 然后可以根据网络供应商选择不同的WAN模式 然后可以设置WiFi名称 设置WiFi的密码 记得密码至少要有10个字元 还有要有齐大小加英文字母和数字 等待设置完成 看到这个版面代表你已经完成设置 重新连接WiFi就可以使用 记得重新连接WiFi的时候 要使用设置了的新密码 Touch Link 功能即是访客模式 开启Touch Link 功能后 访客就可以在限定时间内 在不输入密码的情况下 连接WiFi 只要轻触网络的顶部 看到蓝灯开始闪射 就代表成功开启Touch Link 功能 如果想修改访客连接WiFi 的时间 就可以登入设置版面 登入之后选取WiFi 然后选取Touch Link 就可以修改时间